这个醉酒的男人只是靠近墙角叙叙一下 没想到直接搭上一条命 就在他准备提上裤子走人时 头顶上传来什么可怕的声音 等他一连猛逼地朝上面看去 一只凶猛的狮子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吓得他连连后退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身后还有一只体型更大的狮子 此时的男人有点懵 正疑惑城市的街道怎么会出现狮子 然后 这是一部2015年上映的惊悚恐怖的美剧 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一直都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物种 我们从训养动物直到屠杀他们取了 但假如有一天 全世界的动物一致决定共同反抗人类 我们又能抵抗多久 袭击事件发生后 警方很快确定这两头狮子隶属于一家动物园 直到他们被枪杀 已经造成三人不幸惨死并有五人受伤 而且最让人震惊的是 第一个被咬死的人竟然是训手师 与此同时 美国北部一处游猎牧场也发现了异常 当两名管理员返回营地后 发现所有动物都消失了 诺大的营地看不见一个人眼 餐桌上摆放着没有吃完的食物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星系的尼克在地上发现一台摄影机 等他打开一看 一群游客正在悠闲地吃着午餐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 像是被什么可怕的东西袭击 在营地不远处 亚伯发现狮子的粪便和脚印 猜测那东西很有可能是一头半吨重的狮子 但令人奇怪的是 从脚印上判断应该只有一头 即便他突然窜到营地 也不至于把所有人都吓跑 更何况这里有着经验丰富的管理员 他们又去了哪里 等两人刚走出营地不久 突然发现营地的一辆卡车停在草地中央 为了以防万一 两人带上随身武器准备上前查看 刚走几步就发现地上躺了一只鞋 亚伯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这是他同事西蒙的 只是尼克留在原地掩护 他一人上去查看 在距离汽车不到五米时 卡车里突然传来一声求救 以为西蒙就在里面 急忙跑上车去准备救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后面的尼克发现情况不对 远处的草地里传来萨萨的声音 像是什么东西正在慢慢靠近 吓得尼克急忙端起枪 警惕地看向四周防止野兽的突然袭击 可下一秒 一个女人突然窜出来吓了尼克一天 拉住尼克疯狂地求救 接着就听见一声失吼从不远处传 更糟糕的是 他悄悄地上了那辆卡车